這個中審法院駁回我覺得是一般性的做法 因為澳門是一個很傳統的地方 一般政府部門或者市民都很少會有這些 就算是講它不是故意也好 很少這些比較像香港的激進或者特別是本土的行動 所以其實這個狀況似乎市民都不太認為它有這樣的權利 還有可能一般人都會認為中心法院駁回是合理的